烧饼的情伤有多高 一个动作直接拯救老秦 现在相声都成偶像了 膨胀了 你们觉得这句话说谁啊 说谁自个人举手 在德音自家团宗里 月月读出这样一条弹幕 现在的相声都成偶像了 膨胀了 对于这个问题 明显是在说老秦 但是节目刚开始 大家也处在紧张的气氛 所以老秦也不敢轻易举手 这时烧饼站了出来 不仅用玩笑话缓解了尴尬 还直接成为老秦的救命稻草 不得不说 有这样的师哥 简直太美好了 也难怪老郭常常 把他提在嘴边 毕竟烧饼作为儿徒 十几岁就住在师父家里 拜师学医的经历 虽然没有其他徒弟那么坎坷 但是他的经历 也是其他师兄弟不能比的 而烧饼每次犯错 都被找家长 而这也是其他人没有的待遇 说一下请家长嘛 天下说一下哪有请家长啊 就是他 所以在网友称赞 烧饼基本功扎实的同时 不禁感叹 这都是少年时被请家长的原因 可以说老郭最上说着烧饼不听话 但对儿徒的成长经历 老郭也是如数家珍 能把烧饼的每一个成长环节都记在心里 郭老师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儿徒呢 这是张英雷北斩的第一个专场 也是他一生都难忘的专场 北京北斩剧场 然后2700人和唱平戏乾坤代 2018年 张英雷第一次在北斩举办了个人专场 那天他说 在北斩办专场 是每个相声演员的梦想 但是他做到了 而他的姑娘们也做到了 在那一天 几千人有天呢还被复经赶考 只是为了给他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听听北斩上空环绕着的 2700人合唱平剧的声音 就知道这次考试 他们表现得有多么优秀 要知道这不是歌曲 而是平剧 姑娘们不但会唱 还十分整齐 激动的张英雷都拿起手机 记录下了这感人的一幕 可以说去一届何时有如此盛景 有人说张英雷最大的贡献 就是把一群本来在酒吧狂欢的嘻哈女孩 硬生生的留在了茶楼戏院 就连师傅过得刚也调侃 能把相声说成这样 你也是欺了阻了 不得不说 张英雷的相声 有种让人难以自拔的魔力 一旦陷进去 就真的出不来了 郭契林的一番话 不知道打脸了多少人 我现在肯定目前是先深耕小人物 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段 演小人物的还不太多 大家普遍都是那个类型的 都挺那个俊朗的 我确实咱跟人那 确实咱也不好意思跟人那 往脸上贴近 我也不行 那正好啊 就你们都去那个了 这没人够抢了 这个现在 那我就来这个呗 就还挺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娱乐圈的地方就有范围之争 但在同龄人还在为那些 或狂窄霸道或深情温柔的角色 而争翻打架时 大林却是十分的清醒 知道什么年龄该演什么样的戏 无论是庆余年里的范思哲 还是平凡之路里的攀岩 虽然都不是主角 但大林也都尽心尽力 可以说 小人物也有大人风反 所以在被问着 如果大家不喜欢他怎么办 大林豁然表达 实在不行 我回去说会儿像上去 今年需要我拍什么样戏 我就拍什么样戏 今年不需要我这样的 我就歇会儿说会儿像上去 明年我再来 不得不说 大林却是被老郭教得很好 就像他常说的一句话 人可以没有文凭 但不能没有文化 你可以不上学 但是不能不读书 可以没文凭 不可以没有文化 可以不上学 不可以不读书 而大林就很好地证明了 郭德刚说的话是对的 毕竟在他参加的一档综艺中 大林就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 无论是参观扇子 还是写毛笔字 他都显露出了 其学识深厚的一面 这一看就不是纸的 这是那种拿布做的 哇 你们好有眼光 你们可以仔细看看 清风摇翠 对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亮晶晶的 撒尖 难怪老郭说 它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了 我哀疱大家